汪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挥下最强魔法师 面具之下竟是人类身份 只因小时候男主惨遭抛弃 意外被魔族最伟大的魔术师捡到 心血来朝下将男主抚养成人 教会他所有知识和魔术 为了隐藏人类身份 无论何时都戴着面具和长袍 如今的男主 已成为文风丧胆的不死旅团团长 率领魔族抢占人类城镇 正所谓擒贼先擒王 虽然能够轻而易举就能拿下对方 但是男主却给对方三个选项 一是投降成为魔王军俘虏 二是直接自我了断 三是给他两秒半时间逃跑 文言老灯很是不屑 但自己是不可能听劝的 身为人类骑士 即便是死 也不会成为魔族俘虏 殊不知老灯的举动 也在男主的意料之中 紧接着发动保护 结界笼罩整个房间 伴随着领主的落败 战争也随之结束 但看着众多人类受伤 男主心中涌起一股 难以名状的情绪 紫英他并不是魔族 其真实身份是一名人类 在很小的时候惨遭抛弃 被他师父龙贝克抚养长大 教会了他以灭亡的高度文明 所有知识和魔术 临终前曾嘱咐他 不能透露过去文明的存在 并无论何时都要戴着面具和长袍 紫英要是被人发现真实身份 必定会遭受魔族 永无止境的追杀 本以为施展了强大结界 不可能有人能进入这个房间 却不料桌子底下 早早隐藏了一名少女 什么 いつからそこに 我 殺さないでください 我 私は何も見ていません どうか 命だけを 泣きたいのはこっちだ 伴随着一阵敲门声 猪头人前来汇报 如今魔族已经成功占领城池 但人类活口似乎太多 干部们都打算杀死所有居民 然而却被男主制止 只因制作阿森莫城池是贸易都市 被俘虏的人类将会负责起贸易 之后只需要缴纳一定税金 便保他们安阳无恙 但如果被发现暗中反抗魔王军 将会遭受惨无人道的处分 话音刚落 男主周身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猛然间被传送回魔族据典 身后的人偶不分青红皂白的突然袭击 对此男主都无语了 残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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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惊无险的来到里面 但男主内心紧张得不行 只因现任魔王是史上最强的男人 在魔族被打的暴头鼠串时 仅用一战彻底打的人类节节败退 更是传闻魔王生性残暴 感觉无能的人都会统统杀掉 但相对的 如果被他认可的人 即便是实力不强 也愿意提拔对方 印象中的魔王长相必定是面目猙獰 但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王座之上 竟是一位妩媚动人的少女 之所以传召男主 是因为他只花了两天半 就攻陷号称坚不可摧的阿森诺城池 对此男主把功劳都推给团长 表示自己只是服从命运 不料这番话让魔王产生疑虑 如此谦虚的表达 仿佛就像人类一样 剑状瑟菲洛联邦解释 男主是被称为地狱守护者龙贝克的孙子 这才让魔王打消了疑虑 毕竟龙贝克为人心思极其缜密 也正因为这样 好奇男主攻陷城池后 才选择不杀死居民和负责人吗 庆幸的是 猪头人之前也问过他类似的问题 对于魔族来说 正常都需要拿负责人祭天 但身为人类的他却无法手认同族 于是谎称 人类虽然会意识害怕魔族 但不会因害怕而屈服 从历史上不难看出 相对于魔族来说 俘虏人类继续当城市统治者 反而对魔王军更为有利 之所以这样回答 是因为男主察觉 眼前的魔王似乎和他师父一样 知道过去存在的高度文明 并利用这些知识 为魔王军带来改革 眼看魔王离开 长时间紧绷的状态一下子消散 短短的交谈 差点没把屎都吓出来 信信魔王不仅没有发现 他人类的身份 甚至还给男主奖励 但对于男主来说 更像是惩罚 当再次回到姐姐房间 发现之前的女仆户户大睡 男主都无语了 虽然被发现秘密 但也没想着杀死对方 交谈中也得知少女 其实是一名奴隶 名叫沙帝 既然发现自己的人类身份 并不能轻易就放她离开 于是决定让她 当自己的天生女仆 只因魔王将阿森诺最南边的城镇 奖励给男主组治 今后将会成为战争的最前线 而男主的任务不仅要保护 还要将领帝税收翻倍 想想男主都感到头疼 只因这里被瑟菲洛使用大范围魔法 周围都被轰得一片狼藉 正常来说以人类的速度 重建整座城镇至少要半年时间 但如果魔族和人类进行配合 只需要短短一个月就能完全重建 这让猪头人惊讶至极 从未见过人类居然会和魔族一起工作 而这一切都是男主提出无法抗拒条件 早九晚五三班到 二十四小时持续作业 干到好给予奖金提高整体士气 大饼画下来 无论是人类还是魔族都干净满满 大鞋疼 大鞋疼 这些人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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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一定是 在魔王的指挥下 魔族士兵大举进攻人类城市 名为罗兹亚利亚的国家被打得节节败退 于是打算与邻近的国家缔结同盟 为了确认消息属实 男主被派往人类城市打探消息 多年没有进入人类城市 女仆沙蒂一下子就被一个小游戏吸引 只见男人将红色珠子放在桌上 接着拿纸杯将其盖住 随后快速转换上面的三个杯子 只要猜到珠子在哪个杯子下面 就能拿走双倍堵住 而屏幕前眼尖的帅逼们一猜就知道就是左边那个 可沙蒂却傻乎乎的挑选中间那个 更是被问到堵住是多少事 沙蒂直言没钱 这下摊贩老板可被气坏 没钱这不纯纯过来捣乱了吗 摊贩刚想轰走沙蒂 可以看到眼前的世界杯 刚起来的气又随着口水咽回了肚子 建议沙蒂没钱也是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下堵住的 说完就要拿起杯子开甲 但他忘了没料到眼前的女孩会封魔法 而吹起的杯子下面根本就没有红色珠子 沙蒂傻眼了 明明看见珠子就放在中间的 就在脑子荡机之际 一只手突然伸出 给沙蒂一把提了起来 男主刚想埋怨沙蒂为什么到处乱跑 而他这时脑瓜子突然就好了起来 将话题扯到男主为什么穿这身简朴的衣服 当然这不是废话吗 难道进入人类城市还要穿魔族衣服了 虽然这一趟下来沙蒂啥是没干 但在他瞎完的期间 男主一人就完成了打听消息的任务 人类国家要联手看来是真的 而且据说人类历史上曾有三次联军 每一次都以魔王军战败告终 听后沙蒂有些担忧 要是这次魔王军再次被打败会怎么样 男主哭笑不得 魔王军被打败 那你不就能恢复自由了吗 然而沙蒂却笑不起来 因为在人类的世界中 奴隶就一辈子都是奴隶 如果他被男主抛弃的话 八成就会变得跟一旁马车上被关着的孩子们一样 男主听后心里五味沉杂 轻拍沙蒂的脑瓜子并安慰对方不用担心 现任魔王可是历代里拥有最强力量和智慧的人 与此同时 男主在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 要创造一个人魔可以共存 而且没有奴隶的世界 就在男主和沙蒂要离开这个地方时 身后一个声音喊住了他们 原来是刚才出老千的小摊贩 这时身边还带了一个打烧 他威胁男主交出沙蒂给他们享用 要不然下场可想而知 男主见到四下无人 掏出法杖就要教训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 眼看冰枪都架在了脖子上 男人依旧嚣张地叫唤着 这可把男主气笑啊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直到见血 男人才老老实实接受男主的盘问 原来刚才急匆匆出城的士兵 不是去寻求联军帮忙 而是打算在联军开始大举进攻魔族前 向魔族报一箭之仇 男主推测 这是罗兹亚利亚向其他国家宣誓国威的机会 因为这如果真的战胜魔族后 那么这个小国家就能在人类国家中提高发言权了 虽然男主并不想管这种事情 但一听到军队进攻的方向是自己的领地 男主便也火急火燎赶了回去 提前做好防御策略 这天男主在办公室里批赶文件 突然一个魅魔就闯了进来 这些天在领地见不着男主 可把小魅魔急坏了 更让他气急败坏的是 男主还随时随地带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 对于魅魔的各种挑衅 杀地自然不服气 要不是男主在场 两人估计能打起来 也好在这时 猪头管家过来通知男主 外面的小树林处发现了大量人类士兵的身影 在指挥官的一声令下 人类士兵就要投尸攻城 但男主对此早就做好了防御策略 在城市外围的地下埋伏了大量骷髅士兵 为了以防万一 还在山顶上安排了一批哥布林射手 甚至还有一堆巨怪的加入 自不用说 人类一方的突袭已惨败告终 但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心思细腻地他给人类上了一课 却没预料到 身后远处的高塔上 有人正朝他弯弓搭建 夜幕降临 大臣在得知白强危骑士团擅自撤退后 实在气得不行 直接让士兵把白强危骑士团的团长关押起来 尽管士兵求情说 对方是亡国里屈之可数的大将 林阵处罚大将会影响士气 但大臣执意要关押他 很快清晨降临 男主从美梦中醒来 却惊讶地发现魔女上司竟睡在自己的枕边 在魔女的一番调戏与解释下 终于帮助男主回忆起了昨天遇袭的细节 随后魔女也不做停留 只是临走时告诫男主 这次的战斗没有造成人类伤亡 要是再让魔王大人起一心的话 男主又该怎么办 男主告诉对方 他的目标就是要让人类和魔族共存 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的 魔女听后也只能无奈笑了笑 相对于那种远大目标 他更担心男主的身体 虽然这好了 但男主终究是人类 恢复是要时间的 在魔女走后 男主拿起箭矢的一头仔细端下 突然他脑里有个不愿接受的猜测 按理说在他心思缜密的布置下 是不会有人类摸进魔族大本人的 难道是魔族士兵射来的箭吗 突然 男主的思绪被门外的敲门声打断 于是赶忙戴上骷髅面具 刚一回头 小妹魔就扑了上来关心男主 而沙帝也紧随其后 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 两个女人一见面就吃起醋来要打要闹 可这次 猪头管家可不惯着小妹魔 直接拎他丢出门外 这我只能说猪头管家眼光独到 知道沙帝是男主的心肝宝贝 之后男主在猪头管家这里打平道 白强威气士团的团长被关押起来了 男主为了排除箭矢是人类射出的 还是魔族射出的 只能亲自来人类监狱一趟 这次因为有一定风险 他带上了小妹魔当打手 而留沙帝在家里面 男主本想悄悄潜入进去 可小妹魔却是顶级理解 进入到监狱里面 在魅魔的悄悄打听下 得知骑士团团长被关押在最顶层 可由于两人动静实在有点大 不一会儿就被守卫发现 于是魅魔便留下男姐 而男主则一人前往目标牢房 可进去男主才发现这是个空房间 难道情报有误吗 突然 女人提着短剑从身后袭来 再几个来回后 男主实在躲无可躲 一着急就一脑袋给对方撞到了地上 发现对方是女人 男主也停下了攻击 男主开口询问对方 是不是安排了手下 在魔族大本营里袭击他 女人却答非所问 反而质疑男主真的是魔族吗 与此同时 士兵们听闻动静后 正急速赶来支援 男主一不留神 就被女人用剑架住了脖子 这下男主真的危险了 虽然此时敌方大军还有两秒半就要抵达战场 但男主依旧临危不乱 先是一个精神控制甩脸 让敌人们产生了错觉 以为是时间停止 动作变得无比缓慢 男主本不打算真的伤到这些敌人 但这样反而让敌人却越来越多 无奈下男主只能切断桥梁 这下总算能和对方的军团长单独聊聊 可对方面对男主的提问却无比硬气 作为王国骑士的他表示对魔族无话可说 见证男主只好将女孩壁咚到墙上 使用毒心术查看对方的记忆 然而就在这时 小妹魔赶了回来 他看见男主壁咚女孩的样子 显得无比吃醋 对于小妹魔的热情 男主却提不起兴趣 因为已经查看到女孩的记忆 发现他与暗杀男主的行动无关 于是转身便打到恢复 与此同时他还顺道拿了一小袋大米回来 对此杀地很是疑惑 不明白这白白的小颗粒是什么 因为男主的任务是要让这座城市的税收翻倍 而且考虑到这里曾是有名的农业都市 肥沃的土地少不了 但现在种植小麦的产量太低 如果换成大米的话 收成能多上好几倍 那这样一来的话 人们就不会为粮食发愁 从农业中解脱的人类便可以去从事其他职业 比如武器锻造师商人或者厨师之类的 只要这些人多了 自然而然国家的税收就高了 可男主的这些话直接让杀地大脑当机 虽然不明白 但他不明觉力 在忙完这些后 男主召集了那天所有参加战斗的手下 虽然那时候嫌疑人是使用的王国军的剑士 但刚才从敌人团长中并没有发现 有安排这种刺杀行动的技 也就是说 攻击男主的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人 随后男主大范围内使用毒星术 而此刻台下的一名哥布林无比慌张 不出意外 下一秒他就被当场抓包 来到晚上 男主进入魔女军长团的房间禀告 却没想到对方正在沐浴 见状男主转身就走 可没想到魔女直接叫停男主 让他有急事现在就说吧 于是男主便把事情一五一时告知魔女 是第七军团的副团长 哥布林杰斯策划的刺杀行动 男主本以为魔女会很惊讶 可没想到他早就好像料到 但考虑到对方是第七军团 身经百战的功臣 身为军团长的魔女有些难为情 不过一想到自己喜欢的男主被刺杀 他下一秒就激动地从浴缸里站起 与此同时 哥布林杰斯在得知男主已经去过团长房间后 还有手下来报 一名哥布林被男主抓起来 杰斯就知道已经露线了 既然如此 他只能先下守围墙 可没想到手下又紧急来报 男主已经在来的路上 起初杰斯有些慌张 但看到男主只是单枪匹马 而自己身后有一大批士兵 他就冷笑不止 心想只要在这里干掉男主 那什么隐患都没有了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要针对男主 就是要与魔女军团长为敌 在混战中 男主找到杰斯 让对方早点投降 认个错还醉不至死 但杰斯依旧执迷不悟 换来手下拖住男主 而他趁男主手忙脚乱的时候 找到提前布置好的逃生通道 一下子便逃到了外面不远处的小树林 然而当他刚走出两米半 一发小火球就险些将他炸飞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那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 居然也被男主发现了 如果不是男主说话 他都不知道自己身上 早早被男主安排了一只追踪使魔 男主依旧在劝他投降 可杰斯却气急败坏 想要凭借武力手段打败男主 却发现是无济于事 这时被控制住的杰斯 知道自己不是男主的对手 于是便劝说男主 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要屈尊在魔王的手下 倒不如跟他一起加入反魔王大军 打倒魔王去把魔王军抢过来 毕竟以前的魔族在打倒人类后 还可以折磨他们的取乐 但现在的魔王干了什么蠢事 在夺取人类城市后 就不能再杀害人类 现在魔族里的大多数人 都对魔王的这个规矩很不爽 而且他们的第七军团长也没有野心 不想去当魔王 杰斯可不想待在这样的领袖手下默默无闻 再一次邀请男主要不要加入反魔王大军 男主刚说了声拒绝 杰斯就气得甩了把刀过来 但在男主的精神控制下 对方的三脚猫功夫简直不够看 杰斯还想有所行动 却发现已经晚了 第七军团长魔女已经赶来 也在这时杰斯莫名重点 不管男主怎么使用解毒魔法都无济于事 看来对方是被伙伴利用完就被毒杀了 魔女告诉杰斯 被友军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 现在说出幕后老大的名字 还能给你报仇 然而杰斯刚想说话就咽了气 很快魔王将男主和魔女召到了魔王城 魔女猜测主谋似乎就是第三军团长帕斯迪欧 至于证据的话 他笼络魔女军团下的副团长杰斯 还袭击了他们 甚至扬言要取下魔王大人的手机 文言魔女火冒三丈 身为第七军团长的自己怎么会杀自家的副团长 虽然魔王已经看出了帕斯迪欧的野心 但没有过多指责 毕竟魔族之人都有野心和欲望 没有野心就不配当魔族 同时他也指责魔女 没有及时发现副团长的叛变 让内部出现了问题 所以魔王认为两人都有错 按照军规双方都必须受罚 但考虑到魔族与人类的战争还在持续 他不想同时失去两位军团长 于是让两人去决斗 获胜的一方就是真理 这样才是魔族的作风 而决斗的方式却不是一对一单条 是要使用一种名为傀儡兵的魔法生物进行决斗 指挥官本人不能下场作战 胜利的一方决定对方的生死 因为可以找代理员参加决斗 于是魔女竟让男主去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官 可把男主吓得不轻 这明明关乎着魔女的性命 对方竟把命交到了自己手里 而魔女解释单纯在指挥战斗方面 他确实比不上男主 为了不辜负魔女 男主连夜开始研究对策 因为傀儡兵在能力上是一致的 那么这场战斗考验的除了指挥官的个人能力外 更为重要的便是武器了 如果单一持有短剑长枪之类的近战武器 显然是不合理的 考虑到只要消灭对方50个骷髅兵就能拿下胜利 那么远程攻击是最适合的 在对方没靠近前就全部射杀 然而这种浅显易懂的道理 对方又怎么可能想不到 杀地提议可以使用功能 但男主觉得还不够 他需要一种对方从未见过的武器 才能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 突然他想到了步枪 可这种武器真的能在异世界中创造出来吗 男主想到魔女是这里最强的炼金术师 于是找上了他提议 可男人怎么都想不到 性感的女上司居然对工作一点也不上心 反而老是对自己想路非非 要是你在他度假的时候聊工作 他就直接甩你一连水 魔女还沉浸在太阳浴的舒服中 因为之前有过男主不少的提议 做出了很多新奇玩意 只不过这都是给魔女用来享受生活的 让他现在去做一些打打杀杀的东西 魔女瞬间就懒挨饭了 无奈之下男主只能回去自己想办法 然而就在男主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魔王居然亲自找上了门 还带了一个包袱过来 里面全是步枪 让男主更为震惊的是 魔王居然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自己的人类身份 原来这在男主的魔族爷爷死之前 爷爷就将男主的身世告诉了对方 男主有些无语 这老爷子不早说 让自己虚惊一场 还在魔族军中隐藏了二十年的人类身份 只是男主还是有些好奇 为什么魔王会容忍他一个人类藏在魔族里 对此魔王也无奈 为了创造一个他所期望的世界 他发现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 需要有人愿意为他而战 而他相信男主能给他带来不少助力 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 男主只能点头同意 当男主将魔王仪式告诉魔女时 魔女也有些吃惊 随后又研究起了步枪 考虑到没有子弹 魔女生成的千球可以替代 木炭硫磺与萧石也在男主的安排下 让一个魅魔柔和在了一起 这样火药就完成了 接下来只要重复制作子弹和火药 武器就准备好了 很快 在魔族士兵的欢呼声中 一场50vs50的傀儡兵比赛正式开始 看见男主这边都举着盾牌 怕斯迪欧不禁冷笑 难不成要用盾牌把我的头拍掉吗 而且魔女本人都不来 派个手下过来参战 难道已经知道要输了就提前跑路了吗 怕斯迪欧十分骄傲 他那些傀儡兵身上的精良武器 因为那是魔王大人赐给他的 男主这才回过神 看来这位魔王是不偏故意的主 都尽量满足手下的需求 谁更有才能 那他就用谁 在裁判宣布开始后 对方的弓箭队率先攻击 男主这边的士兵刚举顿阻挡 就被对方的近战部队突袭 短短两分半钟 男主这边死伤大半 对面还以为马上要拿下胜利 火药推动子弹发射的枪声响起 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在男主的指挥下 前面一波士兵开枪后 紧接回到后方换弹 而后方的士兵再上来开枪 如此往返 毫无空挡 仅仅一分钟 对方的士兵全被消灭 可面对这样的结局 怕斯迪欧不可置信 魔王好心给他两个选择 一是自我了断带着名誉死去 二是死在魔王手上 可怕斯迪欧要做出第三个选择 为了以防万一 他再度安排了那个神射手瞄准的阵 可对男主起效的突袭 对魔王可不起效 魔王接住了弓箭 可仔细一看 箭尾还带了一颗小火药 无头骑士以为胜券在我 半场开香槟魔王军 从今天起就是他的 因此只要男主愿意当他的手下 男主就能代替瑟菲洛 成为第七军团长 然而虽然这个提议很不错 却也不该由他这个手下败将来说 要说为什么 那就是他这辈子都当不了魔王 无头骑士嘲讽男主愚蠢 既如此 那就只能让他命丧当场 很快不死军团开始围攻男主 然而在男主的黑魔法下 不死军团也只不过是群杂鱼 不死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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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头骑士嚣张至极 他的军队可没那么容易阻止 男主好歹也是不死旅团的成员 肯定很清楚 说把原本倒下的士兵又尽数战了起来 只因无头骑士的士兵是不死的 普通手段根本就杀不死 他的军团拥有无限战力 不管男主是多强的魔术 是魔力终究有限 一旦耗尽也只不过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与此同时 哥布林弓箭手继续射出炸弹箭 只可惜男主也还活着 但他也清楚在这样下去 也只是平白消耗魔力 眼前的不死族说白了就是会动的尸体 黑魔法对他们根本无效 可很快男主就想到办法 只见他手上突然冒出金光 周围的不死族在金光的照射下 镜属灰飞烟灭 无头骑士都惊了 这股力量他从未见过 此时弓箭手还想继续射了箭 拿弓的手却瞬间断掉 消失的魔女团长终于现身支援 原来刚才他一直带人在外面清理叛军 还得是魅魔战斗的方式别具一格 随着瑟菲洛的现身无头骑士开始慌了 却不料魔王也并未在刚才的爆炸中狗蛋 甚至不介意再给无头骑士一次机会 再去跟男主决斗 只要能赢就让他一命 剑魔王似乎没有开玩笑 无头骑士嚣张男主这种货色 他很快就能解决 见男主来到天上 无头骑士开始放波 但男主也会 于是双方开始对波 只可惜无头骑士没有逃过自古对波左边输的定义 不仅输了对波还丢了一只手 瑟菲洛看出男主用的是白魔法 却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更吃惊魔王一点都不惊讶 殊不知男主小时候看见一朵枯萎的花朵入神 他想知道有没有让枯萎的花恢复原状的魔法 但那是白魔法的范畴 男主再怎么说都是魔祖 与其学习白魔法 不如学习诅咒魔法 只因白魔法是魔祖难以驾驭的魔法 和其他魔法不同 白魔法的根源来自慈爱之心 然而纯洁且关爱他人的心 正是魔祖所欠缺的东西 龙贝克这才想起来 男主拥有的是人类的心 他提醒男主白魔法对于魔祖来说 是比任何刀剑都可怕的东西 因此就算他学会了白魔法 也千万不能让周围的人知道 如今为了镇压叛乱 男主不得不在魔王面前暴露 对于无头骑士想当魔王的痴心妄想 男主的评价是不过如此 即便他具备不死之身 却毫不在乎牺牲下属 为了自己的野心 能对主人和同当回到相向 或许身为魔祖这么做也没错 但男主却无法原谅这种小人心境 让践踏他人者 站上世界的顶点绝不可 无头骑士无能狂目就凭你 最终男主凭借属性相克碾压无头骑士 魔王军叛乱到此终于落下帷幕 男主知道瑟菲洛肯定早就预料到这种结果 所以才决定不参与决斗在外掩护 魔王却表示还有个大问题没有解决 因为无头骑士的叛变 让第三军团失去了军团长 这件事男主要负主要责任 因此魔王要他去当第三军团长 事后瑟菲洛向魔王表达不满 男主是他的手下 所以男主的人是调动权在他的手上 魔王意外还以为他会答应才对 但按照瑟菲洛的说法 他也是魔王的部下 部下的部下自然也是他的部下 瑟菲洛不管就算这样男主也是他 但这件事终究要看男主的选择 事后瑟菲洛粗意大发 男主竟然把真实身份透露给魔王 并且魔王还一点都不吃惊 他却不知道魔王早就清楚男主是人类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表示居民总算习惯了新的城镇 虽然他的手下一开始 对于和人类一起生活也心存迟疑 但现在双方都已经习以为常 人魔之间会相互帮助和睦相处 在成为瑟菲洛的徒弟时 男主就说了他的目标是让人类和魔族共存 说罢便摘下自己的面具道歉 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向瑟菲洛学习 但作为交换 他答应会将自己的领地打造成 魔族和人类共存的第一个示范城镇 事后瑟菲洛始终闷闷不乐 夜的时间里就击溃了魔族最强的先锋部队 眼看敌方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自己的领土 男主不得以拿出压箱底的秘密武器 如果让步枪实现量产 就算敌方来的是千军万马 也得咽着气爬回去 但前提是 以魔族的炼金术水平 想要打造这种精密的武器 除了只是模仿了一个外观以外 开一枪就会炸糖 这级的魔女不禁抱怨 制作这种武器真的有必要吗 只要用魔法把敌人炸飞不就好了 男主有些无语 因为魔女那是无差别的狂风烂炸 到最后还不是自己人收拾烂摊子 这时一旁的魅魔有个好主意 只要先做出一些金属和木头的零件 再一一把它们组装起来 那么步枪的质量肯定会大大提高 可这么精细的零件 真的能在异世界里造出来吗 男主首先想到的是矮人组 如果是心灵手巧的矮人的话 那么造出一切武器都将有可能 但矮人自从在上次战争输给人类后 国家就被摧毁 矮人工匠们也开始了流浪地球 而且就算能把他们都找回来 又该怎么让这群人听话呢 男主突然想到 在人类王国里关押着一位矮人王 只要把他救出来 就一定能管理矮人族群的 于是说干就干 男主派出魅魔和猪头管家去执行营救任务 但矮人王不理解魔族为什么要救他 一再的逼问让魅魔感到心烦 无奈只能敲晕扛走 可两人没想到 两分半不到就被人类士兵所觉察 他们想要包围魅魔 殊不知是魅魔包围了他们 于是不出半秒 士兵们的精气被魅魔逐一吸走 接着倒头就睡 最后在男主的接应下 他们无伤便逃离了这里 等到矮人王醒来时 男主将一把步枪交给他 询问对方能不能一比一复刻这件武器 虽然是第一次见 武器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 不过矮人王能保证 只要稍微钻研两个半小时 就一定能做出来 可是他为什么要帮助魔族呢 虽说魔族帮助他离开了监狱 但他一想到曾经的人类 将矮人利用完后 就灭了他们国家 让他的矮人族人们无家可归 想来魔族和人类士一路货色 矮人王强硬说着 不会再帮助人类或是魔族的 在男主的带领下 矮人王看见了平生难以置信的音乐 人类居然和魔族和平相处 可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始终放不下对人类的仇恨 他们的和平又与他合肝 男主表示人类和平了 你们矮人族也能和平生活了不是吗 而且魔族也能承诺帮助你们重建国家的 可矮人王生气至极 他的国民都不见了 只有他一个人 再重新建立一个矮人国又有什么意思 男主边安抒他的情绪 边带他来到一个新地方 里面的矮人们在抡着锤子锻造着武器 看见这一幕的矮人王不可置信 没想到失散多年的亲朋都还活着 在得知是魔族帮助了他们后 矮人王最终还是软下了心 决定帮助男主一起 让各种族实现和平的愿望 只是男主这冰冷的骷髅面孔下 温暖的手掌却让矮人王有些不可置信 但他绝对想不到 男主其实就是一个人类 与此同时 人类一方得知矮人王被劫走 却显得不慌不忙 那一个老头子是到如今还能干嘛 这时士兵来报 探查到男主所在的魔族领土 只有区区五百元 面对人类的各国联合部队 男主带着乔治终于找到大量天然消失 矮人也成功批量打造出武器 帮助魔王军组建了一支火枪部队 与此同时 瑟菲洛也派来麾下的三支精锐旅团 前来支援男主 却意外发现男主领地这么快就修好了成文 殊不知他采用了轮班制 还会支付人类酬劳 这个方法比强迫人类工作效率更高 几位魔族这次过来算是长见识了 这次关于和人类交战 瑟菲洛已经全权交给男主负责 因此白腿魔族希望其他三位干部对男主要绝对服从 三位对此毫无意见 他们都听说了男主之前暴揍无头骑士 因此答应会服从他的命令 然而人类兵力有一万二 魔王军一共才两千 这仗要怎么打 狼人无所谓一打六完全不是问题 但魔王军不是每个人都是号称精英的狼人旅团 也没办法进行夜袭 只因男主已经确认 敌军中也有魔术师 一定会用照明或探知魔法应付 他的意思是就在这里交战 所谓大军战友的优势越高 转为劣势的时候就越脆弱不堪一击 他要人类攻打这里 等他们气势达到最高点时 在一网打尽速战速决 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伤亡结束战斗 因为即将爆发的战争 让领地内也十分热闹 虽然还是有些人会害怕前来支援的三大旅团 但女仆却一点都不怕 因为他们都是来保护这里的好模组 女仆因此很开心 即便她没能力上战场 却能为大家准备好吃的饭菜 她一直在想 有没有适合给很多人吃的料 结果思来想去 只有汤累 毕竟吃饭关系到士兵的事情 男主主动帮忙翻阅师傅 幸好多亏了他领地内不缺粮食 男主建议可以尝试制作炒饭 很快女仆就完美复刻师傅中的炒饭 因为过程不需要花时间 所以可以大量制作 并且炒出来的香味令人食指大动 一定能提高士兵们的士气 却不料乔治突然委屈他们吃毒食 紧接着魅魔也抱怨 有好东西都不带她 魅魔很快就炫完一盘 还要再来一碗 女仆见状给她成了超大碗 吃完了还能在家 魅魔看出了女仆的歹毒用心 就是故意想让她变胖失宠 男主好奇乔治的评价 乔治用光盘证明好吃 绝对可以成为部队的粮食 肉和油的味道完全甚进米饭里 就算是偏好肉食的旅团 肯定也会满意 很快男主手下兵力到齐 城墙大门也已经修缮完毕 以及火枪部队也准备好了 接下来只等与人类联军作战 只是男主是万万没想到 人类指挥官残忍至极 为了取得胜利 连人族同胞也能一起轰杀 指引就在刚刚 人类部队黑云压尽 两族战争正式打响 一旦这里沦陷 诸王同盟军的兵力 就会集中到魔王城 因此无论如何魔王军 都要守住这座城镇 人类指挥官却很失望 魔王军的规模比想象中还小 双方的战力差距肉眼可见 这根本就算不上是战争 反而像是对肮脏魔族的单方面讨伐 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 铺天在地的石块和弩剑朝魔王军飞去 然而却近接都被男主的魔法屏障挡住 人类指挥官下令再来一轮 却依旧被屏障魔法抵挡 男主庆幸多亏了对方采用普通方式进攻 他才能轻松应对 可很快人类的第三波远程攻击再次起来 可正当男主打算继续用屏障防御 远方的人类部队中魔法师们开始出手 下一刻男主的魔法便突然中断 魔王军一时大意出现伤亡 指挥官抓住机会派出第一部队进攻 乔治带领火枪部队申请出战 却遭到拒绝时机未斗 接下来只需要靠其他部队 只见红巨人手举巨石砸向战场打击人类士气 再由哥布林弓箭手收割人头 然而人类的反击也是异常凶猛 虽然双方各有伤亡 但架不住人类数量占据绝对优势 很快人类就开始试图攀登城墙 剑魔族依旧在负于顽抗 副官却坚信攻下这座城镇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人类指挥官却更在意晚上吃什么 吃晚餐必须要安静的环境 所以战斗必须在那之前结束 他下令再次发射投石车和抹车 副官都惊了 那样我方士兵也会出现伤亡 却不料对方根本不在意手下死 魔族都没想到人类竟然连同伴都要一起杀 男主看着眼前的惨状更是无法接受 周围全都是人类和魔王军的尸体 这下男主真的生气了 他千辛万苦想要缔造人魔共存的世界 好家伙那个杀千刀的却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干脆跟他反着来人魔一起杀 随着第四波攻击 此刻城墙已经出现大哭了 人族的第二队正打算冲进城内 白腿魔族让兽人立刻前去抵挡 说什么也不能让敌人进城 接下来双方短兵交接爆发白任战 而男主唯独对人类指挥官升出了极强的杀影 男人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十倍于魔族的兵力 却竟然还会吃了败仗 然而在战争陷入胶着状态之际 对方还有贤情雅致喝茶就离谱 随着双方决战正式打响 虽然魔族个体实力更为强大 但也架不住人类士兵怎么也杀不完 此刻乔治才发现白任战用枪实在不方便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打到屯伴 直到狼人旅团下场参战 才帮助魔王军分担了压力 在狼人的攻击下人类不断倒下 乔治转头带人攻击远方前来支援的人类小队 这才终于将人类暂时击退 然而狼人才下场了十分钟 魔王军就吹响号角命令他们撤回 只因在开战之前男主便提出 要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伤亡结束这场战争 如果能做到自然最好 众魔好奇他准备怎么做 却不料男主希望他们能拿出权力作战 人狼不爽感觉男主在小桥他们会滑上 但妹子魔族却知道男主肯定没这个意思 他想知道人狼能权力作战多久 人狼保守估计可以坚持一个小时 但他的部下顶多也就半个小时甚至更远 因此男主只需要人狼部队全力战斗十分钟 时间一到无论如何都要撤退 接着就由红魔带人出场 狼人不爽再次感觉到了背部信源 殊不知红魔已经明白了男主的意思 这就和修成门一样是采取轮班制 战斗拖得越久越消耗体力 如果各部队轮流上场对付敌人 就能扰乱敌军消耗他们的战力 魔王军则随时都能发挥最大力量 此时之前被轰烂的城墙 也被大白腿魔族随手的荆棘魔术重新封上 目前战况都按照男主计划的那样顺利进行 却不料下一刻巨人部队就又把城墙撞了个大窟窿 面对他们的权力输出人类遭到了全面压制 红魔很想知道接下来男主又会怎么做 此时有人类士兵差点就摸到白腿魔族身边 幸好乔治眼疾手快一枪蹬了对方 事前人狼表示疑问 就算他们轮番上场也不可能打倒所有人 所以就需要炼金部队和射击部队出马 他们会成为诱饵诱导敌军缩小攻击范围 也就是要故意卖个破绽 男主的命令就是军团长瑟菲洛的命令 哪怕牺牲这条命白腿魔族也在所不惜 却遭到男主严令禁止 绝对不能做牺牲自己这种乱来的事 在座的各位都是一样 他希望大家要约束好各自的部下严格遵守 这次的战略是速战速决 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几方的伤亡 时间回到现在战场 人类的下一波投石车已经准备完 可人类还没来得及再次发射 就被突如其来的石块砸了个稀巴烂 魔王军掌控了制空拳不断朝地面投掷石块 只因男主事先安排牙兽部队作为游击队 用远距离武器摧毁敌军的投石车等兵器 他已经派出赤后探查得知 敌军兵力是几方的十倍 而人类的将军虽然出自历史悠久的贵族世家 本人却是个废物男小鬼 只会在意个人的名声和安全 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只要在座各位的行动能影响到战况 对方肯定也会有所行动 男主会负责将其抓住 人狼不解为什么不是杀掉 却不料男主命令其他人绝对不能擅自出手 干部们见男主态度坚决 只好答应会专注于自己的任务 不仅如此瑟菲洛也会参战 却被男主派去执行别的任务 就是孤身拖住敌军后方站立 瑟菲洛嘴上抱怨被男主使官 实则看到眼前的猎物却暗自欣喜 此刻进入城镇的人类士兵很不理解 论人数人类有绝对优势 却就是无法压制模组 很快第二第三小队就全军覆没 副官担心指挥官的安全建议他先撤退 却不料对方失了之要求全面进攻 如果五打一打不过 那就派十个人或二十个人 只因要是连一座小城都打不下来 他的面子要王满格 为了提高士气他也会参战 看着城墙下士气高涨的人类士兵 把乔治都给看上了 他们难道都不会害怕的吗 这样下去也会没完没了 可正当人类全军出击之际 地面突然发生剧烈震动 顷刻间便撕裂出了一条口子 分割战场 人类士兵希望魔法部队出手 殊不知不知何时人类魔法师 已经被男主全部抓住 指挥官的菜逼还被跌下了马 随后男主突然来到他的面前 要求他为魔王军的伤亡负责 并威胁只要杀了他战争就会结束 但只要他立刻撤退 就愿意饶他一命 却不料矮人王突然从指挥官身后 窜了出来上去就是一斧头 他要为那些遇难的同胞讨个公道 男主立马出手阻止了矮人王 见魔法锁链即将断裂 这下小胡子怕了开始求饶不想死 于是立刻下令立即撤退 士兵们人都傻了 怎么刚发起冲锋就要撤退 看着人类不断远去 矮人王却提醒男主 对方肯定还会卷土重来 男主总有一天可能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然而男主却无所谓 到时候魔王军只会变得更强 当前整个小镇都沉浸在 以少胜多的巨大喜悦之中 正宫乔治情不自禁就要跟男主贴贴 不散目者 干部们都很佩服瑟菲洛的眼光选择男主当副团长 让他们每个人都有发挥实力的场合 或许就算没有他们男主也能打上这场仗 然而男主却说过 都是因为有值得信赖的伙伴 这个乱来的战术才会成功 并且他还说了一句话 战争其实在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 众人庆幸男主虽然可怕 但作为伙伴却没人能比他更可好 男主成功击败诸王同盟军立下大功 但不久后魔王军也会遭遇人族各国全面左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因此男主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外出酬粮 虽然多亏了男主 让他的领地粮食产量大增 却依旧无法攻击全军 一旦战争全面爆发粮草可能短缺 因此他需要作为瑟菲洛的代理人 出个差和联邦协商贸易条约 正好也能当作修个假 乔治放心不下想要贴身陪同 却不料这次他们都要留下来 只因由于领地最近名声大噪 周边的无业游民和难民聚集 导致纠纷也会增多 男主不在的时候就要靠他们维护治安 两个年人经部下都担心男主不在的话 他们没自信管理城市 但见男主已经下定决心 他们只能无奈答应 殊不知事后男主却带着女仆一同外出 女仆虽然很高兴 却又感觉对不起乔治和妹妹 毕竟一旦他们知道女仆偷家 肯定会大吵大闹 此行他们要去的是 位于大陆南部的贸易都市泽诺比亚 那里气候宜人适合农作物生长 因此拥有能左右魔王军命运的一起 目前还从未有过魔王军和人类签订契约的线 为了方便谈合作 所以他才会带女仆一同前来 只为展现人类和魔族和平共处的一面 毕竟一旦合作谈崩了 魔王军必定因为缺粮导致战败 突然前方传来男人的惨叫 海贼正在袭击贵族马车 首位都是摆设被对方一刀一个 而马车中坐着的也不知是哪家的千金 好色海贼当即就想要嘿嘿嘿 关键时刻男主出手将海贼尽数活捉 男主意外眼前的少女竟然和女仆长得一模一样 见还有海贼前来白给 却依旧被男主轻易击败 世卫难以置信 竟然有人能轻易打败红胡子海贼团 贵族小姐介绍名为尤利亚 正好是泽诺比亚首长之女 殊不知此刻还有落网之余悄悄溜走 为了表示感谢 尤利亚邀请男主共乘马车 他好奇男主是不是也是贵族 他拒绝了那位相亲对象 如今看来幸好是拒绝了 然而尤利亚的母亲 虽然感谢男主救了女孩 却也一眼就认出男主是魔王军的人 只因伊斯玛斯根本没有他虚构的这号人物 而尤利亚和护卫都说 他是相当厉害的魔术师 前不久诸王同盟和魔族大战的时候 刚好也有一位强大的魔术师伪造身份前来 稍微一想他就能知道男主的身份 更别说还有他身为女人的直觉 只是让他也没想到的是 男主作为人类却是魔王军 他以为男主是人类的叛徒 他坦白自己就是伊凡利亚斯的邻主 即使人类也是魔族 虽然他的父母都是人族 却是被当作魔族小孩 由不死之王抚养长大 死刑前来就是为了和泽诺比亚签订贸易契约 然而这种事还从未有过 况且人类一直认为魔王军想消灭人类 因此和魔王军交易就是养虎为患 男主承认以前或许是那样 但如今时代已经变了 他战斗的理由是为了让人魔共存 虽然首长也听说过 现任魔王的风平良好 但魔族终究是魔族 没人能知道会不会哪天就突然态度大变 男主虽然否认不会却又没有证据 但他愿意帮助联邦解决父亲的红胡子海贼团 首长文言来了兴趣 的确海贼团对于都市来说相当棘手 造成的损失甚至高达一座城市的年度预算 如果放着不管金额还会增加 就连他首长地位也岌岌可危 因此他愿意重新考虑合作的事 但还有几个附加条件 海贼是要除掉的 他的女儿也是必须娶回家的 虽然男主的立场是魔王军的人 但他身为尤利亚的母亲 认为男主将来一定能成为魔王军干部 提前建立亲密关系也不错 可双方谈话应再次来袭的海贼被迫终止 等男主感到之际海贼已经完成了洗劫 据悉对方是盯上了今天打算出航的货物 虽然他们的规模只有一艘船 却也不能小觑 只因海贼的首领是一名魔术果实使用者 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机发动偷袭 男主打算瞄准海贼下次的攻击时机设下陷阱 因此需要调集人手和武器 女仆感觉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所以想去厨房准备餐点 却也差点被认作是尤利亚 女仆澄清身份之后却遭到了拒绝 毕竟如果要客人做这种事 事后他们也会遭到主人家的责罚 另一边尤利亚突然找到男主想要深入交流一波 他想聊的是关于和男主结婚的事 男主尴尬以为妹子肯定很困扰 答应会尽快去说服便宜悦母 却不料尤利亚其实很开心 只因在被男主英雄救美之后 他就已经对男主一见钟情 并十分想要成为他的小娇气 在门外偷听的女仆直接傻眼 不愧是贵族果然奔放 才刚认识就向对方求婚 但他心里却感觉空落落了 毕竟他只是一个卑微女仆 能为男主做的就是给他做好吃的料 殊不知此刻他已经被之前的海贼漏网至于钉上 血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拐走 只因海贼也把他当成了泽诺比亚首长之女 女仆趁着海贼幻想会因此批拔副团长之际 立刻起身朝外面逃走 却没想到此刻他已经身处海上无路可逃 与此同时男主已经收到消息 所以打算亲自出海找人 首长见状答应借给他一条船出发 男主回想起过去女仆的沙雕行为 只希望他人没事就好 殊不知船长是个变态害司控 强行给女仆换了一身18S害死女仆装 女仆都猛了为什么非要穿成这样 船长认为只要能让主人高兴 女仆什么事情都会做 所以他只需要乖乖听话就行了 这一下就和男主高下立盘 男主只要他负责打扫做饭 却作为交换答应负责保护他 因此他突然表示想做些女仆该做的工作 例如给船长做料理吃 船长让他一个小女仆也先不起什么了 因此答应让他去厨房 可话虽如此 却还是安排了两个手下随时监视 女仆环顾厨房四周发现无路可逃 于是突然灵机一动提出要烈酒调味 海盗很快帮他取回一杯烈酒 却不料女仆假装手抖到处大半引起大祸 666 女仆趁海盗灭火剑系赶紧向外逃走 见前方有海盗被厨房的骚动声吸引 于是只能躲到箱子夹房 却意外发现箱子里装的都是从镇上搜刮的宝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尽快联系男主 可这里是大海 就算男主再厉害也不可能立马找到他 随即他看向一旁的火烛又有了想法 与此同时海盗船长还在欣赏把玩手中的超色气女仆装 女仆则躲进一旁的棚里 祈求男主能尽快注意 手下突然闯入报告船上发生大火 当前海盗们怒不可乐 分寸表示抓到女仆一定会要他好看 终究船上就这么点地方 女仆很快还是被海盗找到 海盗粗暴的一脚将他从桶里踢出来 见海盗不断接近自己 女仆抓起地上的桶盖就丢了过去 自己则打算跳海留个清白之身 却不料没能如愿 船长出手用魔术将他困住 他没有杀了女仆的打算 但不听话的女仆必须接受惩罚 这次要拿走她的一只脚 可千军一发之际海盗反而被一股强风先飞 男主总算及时出现 并放下豪眼海盗一个都不会放魔 船长人狠话不多下令杀死男主 最终男主用魔术把海盗都丢进了海里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男主安慰女仆没事 但女仆却依旧情绪失落 毕竟以她的身份哪怕随时被抛弃也不奇怪 然而男主表示女仆是她的人 她又怎么可能会丢下自己人不顾 并且她还看到了女仆相信自己的决心 她能得救大部分都归功于她自己 却不料海盗船长完好无损地再次出现 对方是女仆控 说什么都不会把她让给男主 然而男主为了保护女仆 只能暂时性违避敌人的攻击 船长看着被打穿的船身 还以为男主和女仆都被自己的魔术打死 最终海盗直接被男主打飞到自家船上 这下海盗之换才终于彻底解决 所有海盗均已被活捉 男主将功劳都归功于女仆 因为他冒险暴露了船的位置 男主才有机会打倒这些家伙 以及找回被抢走的财物 因此女仆立了大功 事后首长很高兴 答应按照约定和男主签订贸易契约 但必须秘密进行 毕竟万一被诸王同盟知道了也不是好事 殊不知此刻瑟菲洛正面临着大危机 领地的粮食最多只能再坚持两天半 外面则全都是诸国联军 瑟菲洛简单地治疗之后 打算继续出去战斗 毕竟就算等待事情也不会好准 坐以待毙也不是他的个性 哪怕生死也要尽可能多拉一些陪葬 此刻尚不知情的男主 则被邀请参加晚宴 首长之女当众白点想他的狠 可参加晚宴的名流贵地 却只把男主当作是 获得尤利亚芳心的幸运男 虽然长相普通了点 可戏品还是有点小可爱 男主化身二人尴尬不已 尤利亚却是爱在他眼中 男主就是世界第一美男子 男主文言更尴尬了 随后男主被带到首长跟前 首长夸奖女儿很可爱 并且眼光也很好 于是决定当众把女儿交给男主 男主猛逼这话是什么意思 见尤利亚害羞不语 首长解释按照贸易约定 他还必须达成另一个条件 此刻男主才知道 原来这场晚宴是为了让他和尤利亚结婚 才准备的 男主陷入了两难 不答应的话合作就会取消 关键时刻魔王霸道闯入宅邸旧场 魔王命令男主尽快返回领地 此刻瑟菲洛正面临着生命危险 男主是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大婚之日竟然被魔王搅局 殊不知魔王是专程前来送助公 要他赶紧回去 不然瑟菲洛可能会死 只因瑟菲洛占领的城镇设有埋伏 诸国五千联军 故意把瑟菲洛的军队引入城里 然后再反过来瓮中捉鳖 为了他的旅团能够行动 魔王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 只为让男主亲自救出瑟菲洛 此时瑟菲洛的兵力还在苦苦支撑 但人类军队也有魔法师 虽然白腿魔族很顽强 但架不住对方人多也只能到此为止 另一边瑟菲洛也同样遭到人类军队团团包围 此时男主直接使用转移魔法回到领地 乔治机动报告大事不好 诸国同盟发动了全面进攻 这座领地也在进攻中面目全非 带兵营救 但先前的战斗已经出现100名左右的伤员 现在还能出战的只剩500左右 再加上必须留下最低限度的守卫队 实际能出动的人数只会更少 得知敌人有5000人 乔治都惊了这还怎么打 男主无奈之前立大功的三支精锐旅团 正在别的战场 如今他们只能靠自己 却不料矮人王终于找到机会报了 之前帮男主造枪的是矮人工匠不是他 而这座城市不只有工匠 还有矮人族战士聚集 稍微几几还是能凑出一支百人队伍加入战斗 虽然这场战斗看似和矮人无关 但如果魔王军能统一这个世界 矮人王希望能帮他重建矮人国度 男主发誓会努力达成这件事 只是魔王军如今陷入苦战 有可能无法实现这个约定 然而有了男主这个约定就足够了 是他给了四处流浪的矮人一个归宿 矮人族不是忘恩负义的种子 说什么都要偿还这个恩情 不仅如此领地内的人类也希望一起战斗 没人知道这场战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他们认为自己的家人必须自己保护 虽然他们要帮助的是魔王军 但相比在上一任领主的统治下 他们因为高额的科捐杂碎身心俱疲 反而自从男主成为这里的领主之后 城镇的规模比之前繁华好几倍 之前被袭击也是魔族奋不顾身在保护人类 如果没有男主的话 他们只怕早就被逼得饿死或者沦为盗贼 最终男主接受了大家的好命 但他决定分成两队 他带着魔王军和矮人部队出发救人 魔族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就算被处死也不奇怪 很快男主便带人出发 虽然在大家的协助下旅团规模变大 但依旧无法弥补和敌人的战力差距 想要翻盘必须以致取胜 只希望瑟菲洛可以撑到那个时候 殊不知此刻瑟菲洛已经快要达到极限 如果不把城内和城外的人类士兵分开 魔王军迟早会被压垮 但他如今的魔力已经近乎见底 如果在城内使用魔法会让魔王军也受到牵连 必须到能眺望城外士兵的位置 却不料他不想无差别攻击 但人类的魔法师却不在乎 瑟菲洛意识大意被人从空中击落 此时瑟菲洛终于能看到远方的人类军队 于是强撑着炸干身体的最后一丝魔力 也要释放大规模AOE流星炮弹 只可惜他也步了男主的后尘 被远方射来的利剑打断了施法 而射箭的人正是他之前放过的人类司令 随着瑟菲洛倒下 魔王军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尽数被俘 可人类魔法师却虐待俘虏 肆意纵火杀死投降的魔王军 见人类司令来到跟前 瑟菲洛想起之前 如果当时没有放过他的话 今天也就不会遭受如此屈辱 然而对方的目标却是男主 他知道瑟菲洛有一位优秀的部下 那个人肯定不会丢下他部下 而司令收到的命令就是消灭整个魔王军第七军团 瑟菲洛无法继续保持冷静 他宁愿自己阵亡也不想连累男主 但在彻底消灭第七军团之前 司令却答应会保住他的安全 在经历了几天的赶路之后 男主终于来到了瑟菲洛被俘城镇附近 在此期间魔族和人类的训练都很顺利 兵器的制作也不敢有丝毫懈懈怠 毕竟这次是矮人与人类的正式敌对 矮人王想知道什么时候才下令开战 殊不知一大清早 男主就派了乔治去侦查敌情 等乔治回来报告之后就召开军事会议 可当乔治看向城镇方向却大吃一惊 另一边内魔丝毫没有打仗的觉悟 只想着尽快吸干那些渣男的惊奇 谁知乔治突然就一言不发地出现在身边 乔治满头大汉不知该怎么报告 只好带着男主亲自前来查看 只因此刻城墙上挂着的 正是瑟菲洛的魔法袍和魔法帽 乔治大师方寸不知该怎么办 然而敌人的这一举动 却帮助男主坚定了瑟菲洛还活着 虽然他相信魔王大人一路行军 但在来的路上却十分担心 生怕瑟菲洛会不会已经阵亡 但想支持5000人的后勤规模非同小可 人类一方肯定也想尽快分出胜负 而敌方司令是赤龙师团的埃尔多雷将军 男主也听说过那是一位优秀的名将 如果对方的计划是打算消灭整个第七军团的话 杀了瑟菲洛这个最好的幼儿属是不合理 只是不知道瑟菲洛的状态怎么样 因此哪怕知道前方是陷阱 男主也只能硬着头皮跳进去